宜蘭蘇澳一所學校舉行帆船跳島環台活動 當航之航使道彰化輪尾彎於港時 因為遇上退潮導致帆船擱淺 那麼透過畫面可以看到整艘帆船倾斜 海巡署艦隊介護過程當中 擔心學生的安全 立刻吊派小艇前往救援 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來 慢慢來 一個一個慢慢到前面 在航津中部海域時 集合本隊群網體在旁介護 船隊進入輪迴灣漁港進行補給 其中一艘帆船擱淺於開漁港的航道上 那麼根據了解 這所學校舉辦的跳島環台活動 學生是趁著暑假以接力方式 駕駛兩艘帆船 從蘇澳港逆時針環台一周 那麼在昨天早上七點多的時候 航使到彰化要進行補給 結果碰上退潮擱淺 一共有22名的師生受困 那麼海巡署人員立刻派人 將師生救出接駁到另外一艘帆船 所幸沒有任何人員傷亡 那麼擱淺的帆船也在漲潮之後 就脫困繼續跳島環台活動 扛來一手 觀看 Black 這一 好